SCP-107,The Turtle Show,空灰殼,项目等级,Safe,偷送措施 只要不接触到任何议题,SCP-107将不会有直接威胁 同时,它被保存在赛19的一个无力方攻取重室 装在透明压克力盒子中置于一公尺高的底座上 对SCP-107的实验必须在6号研究区,一块位于 的专用偏僻区域中进行,面积为484平方公里 任何在实验外启动SCP-107的人,需使用必要的无力将其处决 接近并移出此项目,需要两名四几人员的许可 申请人必须报告完整的实验步骤 当SCP-107在赛19进入启动状态时 应有两名地检员用一辆停载装载区02的项目运输卡车将其运出 不管启动SCP-107的是什么物质,该程序都必须被遵守 因为项目对植物产生的影响难以预测 SCP-107只有在降雨完全停止 同时受感染的畸形植物被清除 或者以以后研究的目的收容之后才能取回 描述 SCP-107外形类似空的龟壳上部 这个壳是由于一种来源未知的硬化生物材料所组成 尽管外形与海龟壳相似 材质是否来自普通海龟的龟壳目前未知 项目在龟壳部分未接触到议题时完全处于休眠状态 但是在接触到任何一种议题之后 项目内的议题会被立刻吸收 这些议题被吸收到哪里是未知的 根据分析 龟壳的内部没有可见的孔洞 当项目被启动之后 龟壳红色的边缘会开始轻微发光 同时先前位于龟壳内部的液体物质会在空气中凝结 然后像雨一样降落在以该项目为中心 最小0.5公尺 最大10公里的范围内 而且这种线像是可以移动的 运动中的SCP-107会导致这片区域的影响范围也随之移动 实验证明 SCP-107这一现象持续时间和强度和被龟壳吸收的液体量有关 10毫升的水只会导致近约半个小时的轻度细雨 而装满龟壳的四分之三十 则会导致持续两天的暴雨 由此现象产生的SCP-107造成的降雨 对植物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虽然这种影响只在SCP-107作用范围之内生长的植物上被观察到 收集这些液体并用来浇灌其他的植物 为导致异常现象 近时间日志 附录107-2 附录107-1 ASCP-107是被教授M 一名考古学家所发现 发现地址位于现金的伊索比亚 项目与一位似乎是部落萨满的人一同被埋葬 放射信探定年显示 证明萨满的骨头可追溯到西元前18000年 ASCP-107可以抵抗所有从其上采取样本的尝试 因此无法确定该项目的起源日期 基因会在拦截到关于挖掘现场的奇怪天气及植物的异常生长报告后介入 附录107-2 以下是所有围绕SCP-107所展开的实验记录 允许使用合理的安全议题来对SCP-107进行实验 然后进入实验结果 同时请注意 你需要对自下的实验会产生任何结果负全责 我们需要所有能从这个异常上获得的资料 更多使用异态SCP的实验也许会有研究价值 但是大部分用来实验都过于危险 至少在目前的受用措施价如此 已经有人建议SCP-107与SCP-009 SCP-47G2和SCP-874的测试 但是由于实验的高度不稳定性和潜在的危险性而被拒绝 Quentin 博士 加入10号生普通自带水 结果 测试点周围产生了持续27分钟的小雨 收集到的雨水并未显示出了什么异常 在实验至少两周之后 观测到实验区的草出现了惊人的生长速率 而且这些植物相比其未受影响的地区植物 含有更丰富的叶绿酥 更多研究 收集了一份雨水的样本 并用来浇灌多种其他不处于测试区的植物 结果 没有任何特别的效果被观测到 加入5 55毫升普通自带水 结果 测试区产生持续两天的暴雨 测试区的植物产生了和第一组实验 类似的结果 生长在测试区的结石植物 被观测到有着非常快的生长速度 而且结出了比对照组植物大的多的果实 最后观测到 SCP-107的效果在三个月后显著减弱 加入5 4立方公分的木块 结果 没有观测到任何现象 加入5 20颗半斤2毫米的钢球 结果 没有观测到任何现象 加入5 10毫升人类尿液 结果 在测试区产生了持续27分钟的中等强度尿液雨 测试区的草开始死亡 除了其他被移植进测试区的植物 开始长出猪绒草状结构 但因发育受阻而无法消化昆虫 进一步的实验 20毫升人类尿液 结果 尿液以稍微强一点的强度 在测试区持续了3小时42分 非草本植物长出了比之前更大的 类似猪绒草的捕食结构 而且已经强大到可以捕食小型猎食类动物 加入5 是毫升提取自低级非安保人员的人类血液 结果 在下了一场持续27分钟 基因组成与目标滴血人员基因相同的人血液后 测试区的草在雨血接触的时候出现死亡 并且在几分钟内就腐烂了 所有的非草本植物产生变异 长出了大型超过20公分宽 类似捕云草的肉食性器官 当滴血人员接近时 这些植物被观测到 这些有机体在两周之后重新长出 用提议来进行对ICP-107的测试 显然是不明智的 加入5 放有5克轴沉钢珠的10毫升水 结果 水被ICP-107所吸收 并且观察到 产生了和之前实验 10毫升自来水一样的影响 而钢珠则留在了轨壳内 很明显没有产生什么 对实验有影响的效果 加入5 10毫升液态氢基丙细酸质粘锁剂 结果 所有液体被ICP-107吸收 接着部分固化的氢基丙细酸质语 在测试区持续了18分钟 似乎它的粘着性 在ICP-107的内部 受到了削弱的影响 受影响的植物长出粘性外衣 而在随后的检测证实 这种外衣的成分 为氢基丙细酸质延伸物 这种外衣在困住 和保护它们免受昆虫伤障害的方面 显得十分有效 加入5 10毫升新鲜柳橙汁 结果 普通降雨 27分钟小雨 被移植进实验室的结石植物 开始长出一种未知的柑橘类果物 这种形状无视了植物品种差异和低温 随后的实验 未观察到使用该果实 有什么不利影响 已经收集了样本 并准备应用于今后的研究 加入5 2毫升由地检源提供了人类拓移 结果 在拓移于降下8分钟之后 测试区的果实成熟 在测试区的非草本植物 在筋或细致上长出小型的球形囊 2到5公分 当作为测试目标的地检源接近时 这些囊 暴力地将类似拓移的议题设向目标 之后实验对象报告说 没有生病或受伤 这些被改造的植物 在三天之后逐渐死去 加入5 10毫升重水分子含量为99.999%的重水 结果 和标准实验一样的降雨 持续27分钟的小雨 样本的支部分析显示 其中刀的含量为154ppm 是普通的自然水含量 加入5 5毫升水银 结果 样本开始被吸收 但是接下来却被反排出来 以上就是SCP-107 简单说 SCP-107是一个外形类似硅壳的物体 将液体倒进去后会被立刻吸收 造成一定区域内的降雨 所以液体的不同 会对淋到雨的植物 做很不同的影响 普通的水值让生长加快 而血液则会让这些植物变得很危险 文档中有提到三个SCP SCP-009是亮红色像水一般的物质 具有与水分子同样的分子结构 但是在-100度C到0度C的温度间成液态 高于0度C成固态 低于100度C成气态 它能够同化所有与它接触的水 当与人接触时 会导致全身水分结冻而造成死亡 SCP-47-2是拥有非常多功能的绿色粘液 但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与尸体接触 SCP-874是一种黑色的粘液 能形成一个通往无限空间的传送门 这个空间完全黑暗没有重力 进入后再出来的人都会开始自残 并且出现了暴力和自杀倾向 这支影片就要注意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来到CPU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